直播综艺上输了游戏 绿茶女星让我公布通讯录作为惩罚 置顶的两个备注分别是纯情小奶狗和AAA免费鸭子 绿茶提议拨通电话增加综艺效果 我抢过手机一把扔进了水里 影帝二话不说扎进水里捞出手机 递到我面前皮笑肉不笑道 一起睡了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你玩得这么花 你 此言一出 现场瞬间炸了 弹幕也炸了 按理说 但凡跟人成风沾上边的女明星 没一个能从她的粉丝嘴里全身而退的 绿茶女星大概也没想到会有意外收获 但是弹幕却出奇的友好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他们俩睡过 我们嫂子玩得开呀 哥 不是吧 不是吧 我磕的CP官宣开始及时结束了 嫂子 是我哥满足不了你吗 好想看看能入乔姐法眼的小奶狗和鸭子长什么样 毕竟出道十年 林飞闻 爱港 敬业 人缘好 全网都忍不住催婚 而我一句 女人应该以事业为重 恋爱只会影响我拍戏的进度 被标榜成了业内凯模 参加这个直播综艺 我尽量跟所有男嘉宾保持距离 但就是有人用放大镜看直播 非说任成风总是在偷看我 导演组为了提高收视率干脆亲自下场剪辑 把任成风看我时的神情统统做成花絮放在网上 结果全网磕疯了 就连任成风的粉丝们都喊话 我们只认燕桥做嫂子 任成风刚才话一出口 现场所有人一脸吃到大瓜的表情 又惊又喜 而我的经纪人和任成风的经纪人如热锅上的蚂蚁 毕竟是直播 不好立刻跳出来紧急攻关 我假装没听懂 唇角疏尔一弯 你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 我可能会被你的粉丝骂哦 我要及时跟任成风批清关系 毕竟一家不能有两个他房 二 绿茶女星看我们在僵持 干脆抽过任成风手里的手机 迅速拨通备注纯情小奶狗的电话 我想要抢回手机 任成风却出手拦住我 现场的嘉宾及工作人员都平住呼吸 而我收回手服我苦笑 毁灭吧 任成风见我这个状态 静言为心红的死死盯着我 片刻后 寂静的现场响起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 所有人顺势看去 只见任成风的经纪人 慌忙在任成风随身背来的包里掏出手机 他的经纪人在看到来电显示的那一刻 面如死灰 而任成风似乎恍然大悟地看向我 原本阴沉的面容稍稍缓和 但是好像又想到了什么 接着沉了下去 他转身抽过绿茶女星手里的手机挂断电话 同时他经纪人手里的手机铃声也立刻停止 任成风又拨通备注AAA免费鸭子的电话 他经纪人手里还握着手机没有放回去 包里又传来急促的来电铃声 任成风的经纪人掏出一看 随脚微微抽动 任成风挂断电话后 神情居然有些小窃喜 随后压下身子平视着我 免费鸭子 是夸我活好吗 他没烧一扬 瞧着我 说话带着一副欠揍的腔调 我无奈的一手遮脸 一手指了指他的胸脉 大哥 现场直播 这是什么哨话 有什么是我们尊贵的VIP不能听的 请展开详细说 妈妈 我发誓看的是正经综艺 看我哥哥那一脸不值钱的样子 我早就说人影帝看乔天仙的眼神不清白 三 直播被迫中断 所有嘉宾被请回各自的化妆间休息 经纪人花姐黑着脸问我 你俩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有人敲门 花姐走到门口警惕地问 谁啊 是我 门外传来任成风低词柔软的声音 温润而清朗 花姐没有开门的意思 隔着门语气不善道 任先生您今日的行为涉嫌炒作 我会通知公司法务部和公关部处理此事 另外为了避嫌 请您不要再与乔乔接触 什么叫涉嫌炒作 我们现在有权告你们诽谤 等着收律师喊吧 任成风的经纪人行思维 不甘示弱地在门外交道 花姐猛地拉开门 双手插腰 高昂着脖子 如一只战斗机一般 那我们就告你们 涉嫌性骚扰 反正是直播 所有人都听到了 那 那我们就 成风 你倒是说句话呀 行思维显然吵不过花姐 转头看向任成风 而一旁的任成风 在自己的包里翻找一会儿后 拿出两个小红 本举到花姐眼前 合法夫妻说点调情的话 不算性骚扰吧 我一无脸 哪有人随身携带结婚证了呀 好在花姐反应快 一手一个将任成风和行思维 扯进屋后关上门 转头插腰对我说 原来你俩买对门不是巧合 而是早就暗通款区了 四 说吧 什么时候开始的 花姐双臂一抱 朝我扬了扬下巴 好似一个抓住早恋的班主任 恨铁不成钢 我挠了挠下巴 声音微小 可能比你想的还要早 什么 花姐一声合同是吼 吓得我们三人身子一颤 她转身迅速从任成风手里 抽过结婚证打开一看 如遭雷劈地摊坐在地 喃喃自语道 十年 十年 你们俩隐婚 十年居然没让狗仔队拍到过 你们两个人 难道没有夫妻生活吗 我们三人一噎 然后猛地呛刻起来 花姐不知想起什么 忽然从地上爬起来 冲到任成风面前 仔细打量道 我怎么看你有些眼熟 任成风赶紧要开花姐到我身边 她自然地拦住我 然后乖巧地靠在我的肩头 小声嘻喃 导包 她早晚都会知道的 任成风说这话时 茶里茶气 花姐像是桌间的原配 难以置信地看向我俩 片刻后反应过来 上前救助任成风的衣领 乔乔刚出道时 我在她家见到的 自称是表弟的大白胖子 就是你吧 行思维赶紧上前拉开花姐 请对我们家一人放尊重鞋 花姐一个过肩摔 将行思维摔倒在地 然后拍了拍手 我这人脾气不好 请对我放尊重鞋 任成风一脸震惊地坐正身子 然后僵硬地侧头看我 她到底是你的经纪人还是保镖 这年头没个两下子 还好意思当经纪人 戏狗 花姐说这话时 不屑地逆了眼 还躺在地上捂着腰 哀嚎地行思维 最后还不忘讽刺一句 五 面对花姐的怒势 我心虚地低头善笑道 花姐 我错了 不该跟你隐瞒早婚的事情 瞧瞧 你怎么想的呀 我跟你俩一条心 你居然跟我玩脑筋 花姐指着我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不怪瞧瞧 当初她刚踏入娱乐圈 是我怕对她造成影响 才跟你撒谎说 是她表弟 借助在她家 任成风也如同认错的孩子 低头说道 面对我们俩 花姐生气 却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拖了把椅子 坐到我们对面 那时你俩外形也不甚匹配 又不是一个学校 同样时间毕业的 到底怎么走在一起的 我下意识地抬头 看向任成风 刚好撞上她那双 阴晕前全的眼眸 回过神后 掏出手机 打开隐藏相册 递给花姐 花姐接过手机一看 顿时眼睛静亮 然后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看 任成风在与手机比对 那时的她一年少 比现在还好 看几分 我们俩是青梅竹马 但是大学她上了精大 而我上了精瘾 有一次我们晚归遇到最佳司机 她为了救我出了车祸 不得不休学一年 治疗中她必须使用 大量激素类的药物 所以一度很胖 听到这 花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怪不得有人把你的过去 说你有个白月光 因为车祸死了 所以一直不谈恋爱 专心搞事业 原来传闻中死了的白月光 就是她呀 花姐转头看向任成风 而任成风正在喝水 被花姐的一句话呛得半死 我却扑斥一笑 继续说道 我们两家是试交 所以毕了业就领证了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顺利 毕了业就签约了大公司 本来肯咬着指甲的花姐 忽然想起什么 抬手提问状 等等 你经大毕业的 那可都是顶尖人才的学府 你怎么不搞科研 反倒进军娱乐圈 为了时常能见到乔乔 而不是只通过屏幕见她 另外 听说娱乐圈鱼龙混杂 我若有一席之地 便能护住瞧瞧了 任成风说这话时 看向我 眼中满是柔情与宠溺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阁花姐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宝格 无奈地摆了摆手 抱歉 狗粮吃撑了 正在这时 花姐的手机突然响了 她接完电话 一脸凝重 给那个小逼迟脸了呀 居然还敢买热搜黑你 六 花姐打开微博热搜 居然都是关于我的 清醒独立人社姐 被爆脚踏两条船 报 燕桥包扬小白脸 清纯玉女形象崩塌 热 燕桥未拿资源 自怨前规则 热 未抢综艺女主 某女星花钱炒CP 热 任成风恼火地掏出手机 打开微博 准备与黑粉兑线 花姐却戳过她的手机 悠悠道 我已经让公司的法务部 和公关部去处理了 你就别跟着乱了 不过 你可以考虑跟我签约 我会想办法 让你们俩名正言顺地在一起 我看到任成风眼睛都亮了 正要点头答应 一直蹲在墙角 伤自尊的行思维冒了出来 你挖人是不是挖得太明目张胆了 签 现在就签 任成风毫不犹豫地说道 行思维一脸的伤心欲绝 笑闹之后 任成风一本正经地问花姐 真的不需要我出面解释一下 就让乔乔平白无故地受这份委屈 互联网的记忆只有九天 甚至更短 你们俩需要做的 就是照常工作 照常回家 剩下的我来解决 气 我对花姐完全信任 所以并没有太在意热搜的事情 跟导演组打过招呼之后 便先行离开了 从出了影棚就都是媒体的人 好不容易上了车返回住处 小区门口又蹲了一堆媒体 上了楼 发现这群人还真有神通广大的 居然能混进楼内 在我和任成风房子的公用走廊那等待 好不容易挤进房间后 花姐有些恼火地准备拨打物业电话 我去拦下说 这么多人正在这 多好啊 最好是能蹲上三五天 说着 我还打开了外卖软件 暗门口人数点了吃喝 花姐明白我的意思 大力拍我肩膀 不愧是我一眼看好的艺人 胸大还有脑 我一脸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然后去浴室洗澡 泡澡顺便追了部任成风的电影 她怕我吃醋街的 大部分都是犯罪动作电影 感情戏很少都是点缀 因此她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高难度武打动作也从不用替身 即使受伤也绝不会耽误拍摄进度 咬牙拍完再就一 台词功底非常好 声音也好听 完全不用后期配音 她的专业性在业内获得一支好评 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斩获影帝之位也无人质疑 洗完澡出来 刚好花姐进我房间 看着挂表的时间 我有些忐忑地说 花姐不早了 你还不回去 花姐腻了我一眼的 我就是走了 任成风那小子也进不来 那么多人在外面蹲守着呢 说着花姐便自顾自地往衣橱走去 并念叨着 热死了 找件睡裙换上 我心中一紧 赶忙挡在衣橱前说 睡裙都在另一个房间 我去给你拿 话音刚落 衣橱里忽然传来 咚咚咚的敲门声 随后 里面传来了 任成风低次暧昧的声音 宝宝 你点的免费鸭子到了 爸 花姐漠然一惊 猛地拉开我后 将衣橱门打开 看样子 任成风也是刚洗完澡 只裹了条浴巾在腰下 头发上还滴着水珠 顺着棱角分明的脸庞 落入性感的锁骨和胸膛 若是没有花姐在 我可能就一把 将她拽出衣橱骑在身下 而此刻花姐却目瞪口呆 连同任成风 都是一副见鬼的样子 我在一旁 尴尬地捂住脸 我俩好像是被扫黄大队抓到的 我捂着脸 和任成风背对背地坐在床边 花姐检查完衣橱后 转身走到我们面前 难以置信的样子 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算是被你俩玩得明明白白呀 两家居然打通用衣柜做演示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平时不敢正面接触太多 怕传出绯闻 只能出此下策了 我低声捏如着 怪不得装修时你亲力亲为 甚至找借口不让我来 是怕我知道你的小秘密呀 花姐双手插腰 一脸气氛的指责 主意是我出的 不怪乔乔 任成风赶忙出口护着我 你可拉倒吧 就你那恋爱脑 满脑子乔乔 可没多余空间出这个馊主意 花姐毫不客气地出言对了回去 任成风文言一愣 片刻后窝进我怀里 哑着嗓子说 乔乔 你的经纪人嘴太毒了 我点点头 拍着他的背 一般人可吵不过他 我的小黑粉们 被他一人舌战群儒地骂哭了 集体跟我道歉 我说完以后 三个人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就在我盘算着如何打破沉默 衣橱柜突然又被推开 就 行思维赫然出现在我们三个面前 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居 居然是通的 花姐冷笑一声 正好你来了 赶紧把你们家人引地领回去 我不走 要走也该是你们两个走 我们俩是合法夫妻 任成风干脆躺到床上 用被子盖住自己 开启耍无赖模式 我冲任成风几没弄眼 示意他别挑战花姐 任成风大概是误会我了 朝我wink之后 还附送了我一个飞吻 我一拍脑门 转过身替他默默祈祷 片刻后 传来了任成风的嚎叫声 放我下来 转头看去 花姐用大背将任成风裹了结实 然后扛在身上 打开衣橱门 往里一抛 去吧 皮卡丘 花姐拍拍手 转身冷眼看向行思维 自己走 还是我送你一程 行思维是真的怕了花姐 善善说道 我自己走 不劳您费力了 十 待他们离开后 花姐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立刻联系公司 召开线上视频会议 而我窝在花姐身旁刷手机 宝宝 好想你呀 放声大哭 Emoji 手机突然弹出任成风的消息 我面无表情回复 五分钟前刚见过 微笑 Emoji 可是我想无时无刻都能看见你 放声大哭成二 Emoji 看到任成风的回复 我咬牙切齿 谁能想到 纯情小奶狗的外表里 藏着一颗老而油腻的心 我没有再回复它 花姐忽然一了一声 我顺势看去 只见花姐不停滑动鼠标 我好奇地凑了过去 只见关于我的微博热搜 全部换成了那绿茶女星的丑闻 惊 新晋小白花秋洛堂 出道前进视外围女 爆 四小花蛋之一秋洛堂 被抱签阴阳合同 避税过亿 爆 小白花女星秋洛堂游艇派对 与男模大跳厌舞 爆 潜力女星秋洛堂 深夜主动敲开 导演门并留宿 爆 花姐挨个话题点开 每个都是有图有真相 实锤的死死的 公司紧急攻关换套路了 花姐自言自语的 低声嘟闹了一句 这时我的手机忽然传来信息 打开一看 又是人成风 宝宝 看微博 快夸我 我面无表情地将手机 举到花姐面前 破案了 人成风的杰作 花姐忽然眼神怪异地 上下打量我 那小子做事挺绝呀 得罪你他就直接 置对方于死地 那个秋若堂 除了退出娱乐圈 没有任何办法了 我咧嘴干笑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十一 夜里 我正睡着 忽然觉得 耳畔传来若有四五的触感 待我转醒 任成风身上熟悉的 清烈气息一起缭绕过来 他在身后轻轻拥我在怀 负责耳畔 四代调侃地说道 需要特殊服务吗 我赶忙转身 将抱枕阁在中间 你疯了 花姐还在我家呢 你怎么又过来了 是他给我发信息 说今晚在另一个污水 让咱俩注意安全 小点声 任成风说这话时 带着邪恶的坏笑 即使在一起很多年了 面对他的挑逗我 还是默然红了耳根 任成风见我这样乘胜追击 手掌附在我腰间 将脸埋在我脖梗处 呼吸时的热气扫在肌肤上 养极了 我不自觉地哼记出声 却又在下一秒意识回笼 我猛地一脚将任成风踹到床下 并立刻裹紧被子修难道 不可以 要是叫花姐听到了得多难为情 任成风揉着腰从地上坐起来 水屋的眼睛看着我 宝宝 要不你还是换个经纪人吧 不然 我怕你再跟他合作几年 就可以去打UFC了 经过这一提 任成风也不敢再越界 只能搂着我睡了个速觉 12 第二天醒来时 任成风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我还想躺在床上赖一会儿 花姐却敲门用很低的声音问道 你俩穿好衣服没 我下地直接拉开门一脸无语 花姐小声嘟囔了一句 却还是被我听见 你昨天不是极力阻止 我们俩晚上在一起吗 怎么还发信息让他过来 我一边转身去卫生间洗漱 一边问 这不是打个巴掌之前 要先给个甜藻安抚一下吗 花姐善笑着说道 我身子一顿 回身诧异地看着花姐 花姐拿出手机 跟我说今天的工作安排 为了降低你们两人 昨天的直播热度 公司为你安排了恋宗 今天进组 另外已经跟任成风的公司达成一致 对外宣称 昨天的事故是剪辑 本来昨天发生的那种事情 不在综艺剧本之内 剧组是有责任的 没让他们赔钱 已经算是仁慈了 虽然说是直播综艺 可现在观众也不傻 知道大多是剧本家剪辑 但是我那个通讯录备注 可是实打实的呀 我已经联系了一家宠物店老板 就说是看好店里的一条小奶狗 有老板电话时顺手备注的 花姐不以为意地 一边在手机上 噼里啪啦地打着字 一边说道 高啊 实在是高 我不禁拍手赞叹 那AAA免费鸭子怎么解释 我联系了 你平时最爱吃的那家烤鸭店 刚好你之前 有VLOG专门提过他价 他们家会对外解释 因为你的推广生意很好 所以免费为你提供烤鸭 你的备注电话 实际是订餐电话 花姐仍旧头也不抬地看着手机 那任成峰 昨天直播出去的那句话呢 我又往花姐身边凑了凑 试探性的小生涅如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呀 那是任成峰的公司 该解决的事 不然就告他性骚扰 去收拾 上了车后 花姐将去本地给我 这次给你安排的男嘉宾 是新近的流量小生沐宇川 说完 花姐还好事地 用手肘拐了拐我小生道 这可是实打实的小奶狗 是你喜欢的菜 我腻了眼花姐 撇了撇嘴 你想过 这要是让任成峰知道 会有什么后果吗 他如果为你着想 这件事上他必须忍着 花姐脸色沉了下去 然后拿出手机 开始继续对接工作 而我犹豫再三 还是给任成峰发了微信 说了最近的工作安排 而他只是淡淡地回了剧 知道了 我不知道他是生起 我接恋宗的通告 还是在忙 十三 到了现场 拍摄前需要互相熟悉一下 沐宇川竟直走到我身旁 朝我伸出手 姐姐好 我是沐宇川 很幸运能跟您搭档 接下来请您多多关照 很客套的打招呼方式 我也礼貌性地伸出手回握 然而握住手的那一刻 忽然觉得手心里多了东西 打开手心 竟是我之前最爱吃的巧克力 沐宇川笑得眉眼弯弯 用紧我们两人 是被我找到原厂家 买了配方和剩余包装 我不禁内心感叹 这个弟弟可真用心 为了接下来的相处 不尴尬做足了功课 我唇角笑意倾签 冲他晃了晃手里的巧克力 谢谢 相处愉快 说完 我们便各自进了男女嘉宾的后场间 可是明明说好15分钟后开场 但是半个小时过去 仍没有进场指示 其他几位女星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工作人员一直在安抚大家的情绪 实在不好意思各位 现场情况有变 临时空降了一位男嘉宾 五个男嘉宾 四个女嘉宾 怎么配对 忽然有人提出质疑 那就得看各位临场应变能力了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工作人员说这话时 竟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开什么玩笑 剧本都不给 那我们是选新来的男嘉宾 还是原定的男嘉宾 黑红出名 爱耍大牌的流量小花 不悦地赤薄道 工作人员抬了抬眼镜 只是轻轻回复 宋小姐还按剧本走流程就行 空降男嘉宾不是为你而来的 一句话噎得宋叔一哑火 正要发作便收到进场指示 十四 轮到男嘉宾进场时 我的内心有些忐忑 很怕那个临时空降的男嘉宾 是任成风 看到最后一个压轴进场的任成风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 只要我俩同时出现 不管有没有关系 都会上热搜 更何况是这种恋宗节目 我已经能想象到 播出后弹幕会有多疯狂 热搜又要霸榜 任成风的出现 让除了我之外的女嘉宾 眼睛都亮了 看得出他们一个个跃跃欲试的心 主持人打趣道 我们这个恋宗节目有些特别哦 五个男嘉宾 四个女嘉宾 不知接下来的心动对象 大家会如何选择呢 到了选择心动嘉宾的环节 我听到儿反传来场控的声音 女嘉宾请按剧本选择原定男嘉宾 我不自觉地看向其他女嘉宾 她们的表情变得一派失望 我反而觉得有些轻松 告诉自己这份工作要听从安排 只是不知道 男嘉宾的儿反里 有没有听到这个指示 可当我不小心看向任成风 一抹笑容在她唇角绽放 笑痕看似优雅 眼底却寒光微闪 我连回去哄她的话都想好了 然后咬咬牙 在体板上写下了心动男嘉宾的名字 十五 果然不出所料 任成风和沐宇川同时选了我 而主持人到宣读我的心动嘉宾时 故意卖起了关子 我像顿刀割肉般难受 任成风的目光始终不理我 既然出现了二选一的情况 那燕桥不如同时跟两人都接触一下 再做选择好了 主持人完全无视我 写下的心动男嘉宾的名字 PD拼命跟我打手势 示意我同意 好 好吧 我职业性的微笑 似乎在努力用这份笑意 来掩饰内心的不安 接下来是出外景 第一晚所有人在一桩别墅过夜 一来可以彼此熟悉了解 二来剧本里安排不少 供观众科CP的桥段 舟车劳顿终于到了别墅 进了门 大家都忙不迭地落座休息 任成风拿了瓶水 坐到了我身旁 拧开后递给了我 我还没有接过水 沐宇川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然后自然地坐在了我身边 把我和任成风一下子隔开了 姐姐 晚上喝点牛奶 安神 沐宇川的笑容清浅 卧残青骨 一颗洁白圆润的小虎牙 可爱却一点也不娘气 任成风起身 从沐宇川的手中接过牛奶 牛奶还是热的 弟弟有心了 不过你瞧解牛奶过敏喝不了 说着 任成风顺手将奶盒扔回到沐宇川怀里 拉起我就走 我小声问道 我什么时候牛奶过敏了 任成风忽然伸手关了我俩的胸脉 附在我耳边 想喝牛奶 我有的是 回家后让你喝个够 不知是他说这话时语气太过暧昧 还是我思想太肮脏 脑海中忽然就出现了不可描述的画面 耳根一红 低声称马 拍摄呢 你能不能正经点 任成风收回身子 嘴角含笑 眉梢轻轻一扬 透露出一丝脚霞 宝宝顺势想歪了 我发了个白眼 转身走开了 到了选房间的环节 大家围坐在桌前 七嘴八舌的挑选着心仪的房间 待我选定后 沐宇川抢先选了我旁边的那一间 而任成风双手交叠垫在下巴上 笑得一派纯凉 那我就选对面那间吧 毕竟对门柱习惯了 说完转头看向我 对吧 瞧瞧 他故意学着沐宇川撒娇的语气 颇长尾音 其他人先是一愣 想要起哄 却又爱着任成风的身份不敢放肆 沐宇川到底是资本的宠儿 且年轻气盛 其他人都凭住呼吸观察我的反应 我仍旧是职业性的微笑说道 明日还要早起拍摄 大家快些休息吧 我拿着钥匙快速上楼 身后传来稀稀疏疏的低声议论 16 收拾完刚躺到床上就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看到任成风拎着几瓶鸡尾酒朝晃了晃 夜色不错 要不要喝点 见我有些犹豫 他又说道 今晚就算我不来有的人也会来 况且节目需要增益效果 乱配哪有原配好 我一脸无虞 但还是侧身让开 反正他都追来节目 心动嘉宾又选了我 所有的解释辟谣都是多余 倒不如大大方方的录制完这部综艺 只是节目播出后 两个公司的公关部大概要忙冒烟了吧 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隐婚曝光 然后退出娱乐圈 不过那样也好过整篇遮遮掩掩 两人如地下恋情一般还要搞私通的一套 我们两人躺在阳台上的躺椅上 喝着酒看着星空好不惬意 侧头看向人成风 忽然觉得一起参加这个节目也挺好 至少我们两人可以光明正大的并排坐在一起 喝着酒赏着夜空美景 不怕被狗仔拍到 可这宁静的美好不消片刻 就被一阵轻柔的敲门声打断 我起身去开门 只见沐宇川立在门口 湿漉漉的头发上还有味冲干净的泡沫 姐姐 我那个房间的淋浴头忽然坏了 能不能借你的浴室用一下 他表现得可怜兮兮 无辜地望着我 去本里也没有这段啊 我正想着 人成风忽然出现在我身后 这不合适吧 我那屋没人 你刚好可以用 说着便掏出钥匙 掏给了沐宇川 沐宇川显然没有料到 人成风也在 一时恍神 要是掉在地上的声音 才让他回神 只见沐宇川脸上端着浅笑 但眼里却暗淡的有些落寞 眼眶带着薄红 本来还想着约姐姐看星空的 只是没想到人哥也在 你没想到的还多呢 星空我们已经看完了 人成风一贯拒绝内耗 毫不留情地粉碎了 沐宇川的茶言茶语 那姐姐早些休息吧 明早还有拍摄 沐宇川的声音里 带了几分微不可查的小委屈 在人成风的冷铃下 才信心离开 早点休息 明天见 人成风也紧接着出了门 我这才听到 沐宇川的房间传来关门声 我和人成风心有灵犀的相视一笑 第二天一早 手机响起信息提示音 摸过来一看 是人成风的消息 早安宝宝 早餐已经放在你门口了 记得吃轻轻点JPG 门口的托盘上 摆放着精心制作的三明治 和一杯温牛奶 虽然已经结婚十年 但他仍然在竭尽所能地宠爱我 正喝着奶 房门被敲响 17 门外的是沐宇川 他正要开口 却见我手上端着的牛奶杯 一脸诧异 姐姐 你不是牛奶过敏吗 这时对面的门开了 人成风一边擦拭着头发 一边说道 我准备的是脱脂牛奶 沐宇川一时蒙在原地 我为了缓解尴尬 赶忙问道 这么早 有什么事吗 我准备好早餐 想和姐姐一起吃 之后带姐姐去西边捉鱼 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这一趴是剧本安排的 我正要答应 任成风却横插在我们中间 瞧瞧最近不易碰凉水 我刚好想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不如咱俩去 两人身高相差无几 沐宇川指示着任成风笑着说道 任哥 这是一档恋宗节目 咱俩去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咱们俩现在属于竞争对手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给你一个了解我的机会 不然每次说得太难看 他说话的语调不紧不慢 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沐宇川显然不敌任成风 于是微微侧头 透过任成风的驳梗处 看向我软着声音叫道 接接 我怕惹来其他嘉宾 索性开口 一起去 各自吃过早饭后 我们三人在门口集合 距离西边有段距离 需要开车才能到 有两个大男人在 开车的事情自然轮不到我 我理所当然地做到后排 沐宇川反应很快 先任成风一步坐到后排 我车技不太好 怕姐姐会晕车 所以只能辛苦人哥了 任成风道也不客气 拉开另一侧车门坐到我旁边 巧了 我不会开车 虽然你车技不好 但是我俩忍忍 两个人都死命地凑近我 将我夹在中间浑身不适 我终于忍不住 推开了他俩 从一侧下车坐到主驾驶室 我开 你俩给我坐稳了 一脚油门踩到底 我看到后座的两个人 倒抽了一口冷气 只听车子原地轰鸣 而我安安稳稳坐在后排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我何至于那么丢脸 我对着车上的摄像头说道 刚才那段掐了 别拨 到了西边 水清澈见底 好不容易回归大自然 我忍不住脱了鞋袜 就要往水里跑 任成风一把将我蓝腰抱起 眉头微皱 你是不是忘了日子 已经跑进溪水里的沐浴川 嬉闹地朝我这羊里把水 横抱着我的任成风背身 替我挡下 放我下来 我在边上看着还不行 我体寒 生理期前要是碰凉的话 生理期会疼到怀疑人生 所以任成风总是格外注意 见我下地退到一旁 沐浴川有些不悦地 冲任成风说道 任哥 你这就没意思了 说好的公平竞争 你还处处限制姐姐与我亲近 这也不公平啊 我可没说过公平竞争 我只说过咱俩是竞争对手 任成风说话仍旧是慢条思理 却带着强大的压制性 沐浴川被任成风噎得一时无话 干脆俯下身 全神灌注地看着水里 不消片刻 沐浴川猛地伸手 从水里抓了条鱼举过头顶 姐姐 你看我抓到鱼了 待会给你烤鱼吃 边说边往岸边跑 大概水底的石头太过滑腻 沐浴川脚底一滑 整个人仰躺在水中 我心下一惊 起身就往沐浴川的方向跑 哪只任成风从另一侧 走到沐浴川的身边 一手抱着自己刚捞的鱼 一手从水里将沐浴川捞了出来 小心点 别老让我们替你操心 边说边反手搀扶着沐浴川往岸边走 我赶紧跟节目组 要了两条毛巾 冲到他们二人面前 我将毛巾递给沐浴川 心有余悸地问 水底石头多 有没有摔到哪里 刚才想用手撑住身体的 但是不小心扭到了 姐姐能不能帮我擦一下 沐浴川俯身到我面前 眼角红红 雨掉又怪又软 任成风不耐烦地 从我手中戳过毛巾 胡乱地给沐浴川擦拭头发 不过是扭了 又不是断了 男人别那么娇气 小继毛又没得逞的沐浴川 气鼓鼓地嘟着嘴 任由任成风胡乱粗暴地擦拭 而我此刻显得有些多余 18 这期节目播出后 收视率果然稳居第一 弹幕也炸了 磕得奇奇怪怪 CP又增加一段 三角关系果然最稳固 好像夫妻带娃上综艺的即视感 燕桥和任成风到底是不是剧本 快告诉我 难道上次直播事故 是为这次练宗做铺垫 花姐在我家看着综艺弹幕 很是满意 按照这个趋势 你们两人的关系 很快就能澄清了 我去这个节目 不是为了澄清我俩没关系的 就是明目张胆地 在告诉所有人我喜欢乔乔 我身子一僵 愣在倒水的路上 任成风走了过来 下巴搁在我身上 从背后还住我 整个人懒洋洋的 就像一只粘人的大型犬 完全不似节目里腹黑的模样 花姐浑身一个机灵地站起身 冲着我俩问道 任成风 你考虑过乔乔的处境吗 我就是顾及乔乔和你们公司利益 不能从头说起我们的感情 那参加恋宗感情升温 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吧 任成风语气虽有些懒散 却不似征求意见 而是告知 可是我们公司为了给你俩辟谣 同一节目组炒乔乔和沐宇川的热度 也答应沐宇川的公司 接下来会以恋宗情侣的身份接通告 你这么做 我们如何跟节目组 还有沐宇川的公司交代 花姐的情绪很是激动 行思维赶紧上前安抚 先别急着生气 深呼吸 花姐一个过肩摔 又将行思维摔在地上 深呼吸你妹 我不能动手打一人 还不能拿你出气了 行思维这次摔在地上没有好叫 却呲牙咧嘴的憨笑道 能 能 亲爱的 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们和任成风目瞪口呆 完全不知道 这两人是什么时候背着我俩在一起的 当我们四个人平心静气的坐在一起 除了行思维像犯人一样低垂着头 好似在等待审判 我们其余三人都指示着对方 说吧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双臂环抱 突然轻身向前质问花姐 开始不久 你打算怎么处理接下来的事 花姐回答完我 以同样的姿势质问任成风 我无偿参演这次综艺 节目组很是感激 答应我所有条件 沐宇川那里我也安排妥当 将我接下来的资源分他一半 任成风气定神闲地回答道 而我和花姐心里一惊 猛地同时面向任成风 什么 分他一半资源 如果能换和乔乔光明正大在一起 全部资源都给他也值 任成风边说边看向我 眉眼满是柔软前犬 花姐柔问着眉心直摇头 恋爱脑真可怕 幸好不是我的艺人 瞧瞧咱可不能学他 19 沐宇川找了借口 退出接下来的拍摄 节目组便卯足了劲 朝我和任成风的CP 任成风这下便肆无忌惮 家里什么样拍摄就什么样 同我撒娇卖萌 又细致周到 弹幕里时常会有人说 不管你是谁 速速从人哥身上下来 任成风是不是让沐宇川附身了 我看影帝这部之前的劲 不像演的 我命令民政局 自己长腿走过来 节目的最后一期 任成风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他精心策划了一场求婚 父母 朋友 还有公司老板 全部到场见证 他拥抱我时 欢呼声 烟火声无人听到 他附在我耳边说了什么 只有我听到他喃喃道 瞧瞧 以前怕影响到你 我们没有婚礼 没有戒指 现在终于可以还你一场婚礼 以后你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带着婚戒 蓄谋已久的浪漫 配得上尽人皆知 我爱你 我紧紧地拥住了他 像是用尽余生的力量一般 人成风翻外 以 我和乔乔办了两场婚礼 一场盛大的世纪婚礼 邀请了圈内所有的明星好友 并且大方帝邀请了各大新闻媒体 以及自媒体 随意拍摄并且婚礼结束 还给他们单独安排了采访时间 有媒体人问 请问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爱他 与他无关 所以我从一个综艺追到另一个综艺去 我答非所问 却一句话保全乔乔原本清醒独立的人设 第二场婚礼只有两家亲戚 在我郊外准备和乔乔私会的别墅里 虽然已经看过一次 乔乔穿着定制婚纱 像公主一样朝我走来 但是再看一次 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走到我身前 笑着替我是吊不知何时一处眼眶的泪水 傻瓜 又不是第一次办婚礼 怎么还哭得像个孩子 你不知道这个婚礼我幻想了多久 嗯 我们两家虽是试交 但也是后来才搬到对门 初见乔乔时 他又乖又软 笑起来甜滋滋的 在父母的事意下 他如如喊我 任哥哥 这一声喊我心都要话了 双方父母还调笑着说 哎呀 现在就是没有报办婚姻了 不然真想亲上加亲啊 那时候我就想 没有报办婚姻 只能我自己努力了 后来上学 乔乔因为太漂亮遭同班女生嫉妒 他们会在乔乔离开座位后 在他的水里加料 会撕烂他的书 我悄悄地换掉他被加了料的水 默默替换他被撕烂的书 当然我会捎带手地 将其他男生 塞在他书桌里的情书一并扔掉 他在我心里 就像公主一样娇贵 该被保护起来 我只希望他能一直无忧无虑 开开心心 三 原本以为我的乔乔是娇弱的 却没想到 一次在我拒绝 校爸任妹妹的表白后 放学被校爸一群人堵在胡同 他们要打我时 乔乔拎了一个板砖 冲了进来护在我身前 平时都是你替我挡下那些恶意 今天换我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 我默默做的那些事 我已经报警了 劝你们赶紧离开 乔乔义正辞言 丝毫不畏惧 面前齐装一服的几个男人 他们与乔乔对峙着 却突然传来警笛的声音 校爸咬咬牙 带着小弟们撤了 乔乔拉着我就往反方向跑 快跑 我没报警 要是被他们知道 是骗他们的 咱俩就倒霉了 可是刚才 我明明听见警笛声啊 我有些茫然 乔乔拿出手机晃了晃 铃声而已 我俩一口气跑到家门口 两个人摊坐在地 倚靠在一起 笑得好大声 四 我们为了彼此 成为更好的人 他选择了自己的梦想 考入经营 而我也顺利考上经大 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在一起 可就在大三的一个晚上 我和乔乔约会后 送他回宿舍的路上 遇到了酒驾 我受了重伤 乔乔每天只要没有课 就会来医院照顾我 甚至给我端屎端尿 我的自尊 好似被无形地碾碎 可是乔乔每天 都会跟我说好多话 他会推着我出去看日升 看日落 他跟我说 成风 等毕业我们就结婚吧 他就好像一束光 照亮我绝望的人生 我恢复得不错 只是用了大量激素类的药物 致使自己很胖 乔乔却并不嫌弃 他总是揉着我的脸 真可爱 以前是小奶狗 现在笑起来好像萨摩 乔乔毕业的第二天 就拉着我去领了结婚证 回家给双方父母看后 他们又惊又喜 我父母说 总归是我们家儿媳妇了 不能亏待了乔乔 于是把家里一套房子 过户给了乔乔 然后我们搬了进去 由于乔乔刚一毕业 就被大公司看中并签约 一天 我很认真的问乔乔 毕了业就结婚 是不是会对你心图有影响 可能会有点 不过还能离还是咋的 他舔着雪糕 俏皮的冲我嬉笑着说道 原本父母大操大半的 准备着我们的婚礼 也被我喊停 我们两个从来都是心有灵犀 他明白我的用意 只是随口一问 这位是 你好 我是他表弟 最近来这游玩 就借助在表姐家 我心口胡说 他却也没多想 后来乔乔要被集中训练 离开了我们的房子 我也即将毕业 已经被科研所戒掉 只等毕业转正 一天我跟乔乔视频 发现他眼眶泛红 明显是哭过 我问他怎么了 他却笑笑说 没什么 就是太累 想你了 可是挂了视频后 我就在微博上 看到有关他的消息 被导师说只是花瓶 被队友抢C位 从小到大 我都没让他受过委屈 怎么舍得 让他受别人的气 我想 如果我能进入娱乐圈 有一席之地的话 便又可以护着他了 我开始拼命地减肥健身 从开始连洗面奶都不用的 我到后来精致护肤 我干脆辞掉了科研所的工作 为了进入演艺圈 我先从短视频做起 因为我帅气的形象 很快成了千万网红 有了这个资本 就开始有制片方找我客串 虽然只是客串 可我都认真对待 渐渐地 我整只脚踏入娱乐圈 成为影帝 也有了一席之地 六 为了避嫌 我不敢与乔乔出同场同告 我怕我会忍不住 视线都在他身上 直播的经济综艺 是公司直接替我签下的 所以意外地跟乔乔搭档 但是却因为邱洛堂的举动 差点就误会乔乔 不过好在及时解开误会 原来我在乔乔心里 是火好的代名词 但是那个邱洛堂 几次借做游戏之名 不是害得乔乔出丑 就是害乔乔受伤 我的忍耐也到了极限 之前那个邱洛堂还找过我 暗示好感 不过我没有理会他 但是隔周我所在的剧组 在一片新开发的海域上拍传戏 夜里睡不着 我在甲板上吹海风 本来想录视频 发给乔乔报备一下 却意外拍到了 邱洛堂在另一艘游艇上 与南魔大跳厌舞 刚好这次为了帮乔乔反击 成为实锤的证据 其他的照片 也是我花大价钱 从邱洛堂的一个黑粉手里 买下来的 我的私房钱哦哦 气 原本以为 事情只等互联网记忆消逝 可乔乔却告诉我 公司为了辟谣 替他接了练宗 原本我是要去 跟一个资方谈心去 但是我可不想看到 乔乔跟别人在练宗节目里 大秀恩爱 虽然我们不能报隐婚 但是没说 不让我追求乔乔啊 于是我根据剧本 向资方推荐了个 更合适的人选 我立刻让行思维 替我联系乔乔 要去的那档综艺 综艺方说 没有嘉宾位了 但是可以做飞行导师 笑话 我是去阻止乔乔恋爱的 又不是去指导他恋爱的 为此我提出零片酬 自带赞助当嘉宾 节目组给乔乔安排的男嘉宾 还真拖有我当年的模样 不过到底还是孩子 对我够不成威胁 陪着玩玩也不是不可以 沐宇川意外落水 乔乔很是担心 我不想他的心 分给别人一丝片驴 所以我找到沐宇川 他的条件 让他退出节目 我的代价很大 未来一年的资源 都分给他一半 不过为了能顺利的 跟乔乔名正言顺的在一起 这不算什么 八 婚礼结束 晚上乔乔坐在床上 拿着计算器计算礼金 我从后面还住他撒娇 宝宝 春宵一刻值千金了 等等 这别墅你什么时候买的 你也没问我要过钱啊 乔乔突然转头看向我 目光犀利 我所有的片酬都在乔乔那 偶尔接些不大的通告的通告费 我就当做私房钱存下了 这座别墅 就是我用私房钱买的 我有些心虚道 那个 我先去洗香香 再来服侍你 说着我就跳下床 瞧瞧猛地扑过来 攥住我的耳朵 好啊 人成风 你现在赶藏私房钱了